美国总统拜登先挥手向俄罗斯总统普钦打招呼 这场闭门视讯会议是两位元首二度交锋 后来白宫释出照片 美方除了总统拜登 国务卿布林肯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都在场 两国紧急沟通谈论乌克兰问题 究竟美国会让俄罗斯尝到怎样的苦果 苏利文透露 美国要求德国关闭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 因为北溪二号绕过不少东欧国家 一旦关闭将受到过境费损失的严重打击 另外CNN也报道 另一个美国制裁的核弹级选项 美国也考虑一旦乌俄开战危机升高 将撤出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 乌克兰总统则全副武装到东部前线 盾内刺客 卫绕军队视察战壕 让外界担忧军事紧张持续升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